大家好,我是彪哥 今天有幸能够试到 算是小改款中的大改款 因为它又不是真的大改款 但是它比小改款的改款比较大 我们就一起来找到 专家小诗歌 二手车 一起来聊聊 到底对这部车的改款是否有感 但是外表看起来是真的 感觉起来好像是蛮有感的 感变蛮大的 对对对,从你开进来那一刻起 好像是一台不一样的车 对对对对 你会觉得说它比原来的KUBA 原论很多 前一阵子经过MG的这个 价格战的洗礼 啊对对 但现在总算有缓和一下 充值一段时间 对对对 那接下来国产的SUV 到底要是进入哪一种战争呢 现在不是一种这种 暴风雨前的灵地吗 好像又要一波蓄力再起的感觉 价格战虽然暂时停止 可是另一波呢 接着应该会是 科技配备的一个战争开始 KUBA它是本身来讲 它是以 在亚太地区 它是唯一德系的KUBA 像比如说澳洲的KUBA 它是S-CAP 所以KUBA真正纯正的德系 在亚太地区只有台湾 哦你说台湾的KUBA 是德国系统 对对对对 包括他们组装出来之后呢 还送了一台组装车到德国去 做U-M CAP的测试 所以在德国的测试 是用台湾组装的车 对没错 真的假的啦 那再来呢 其实我觉得真正的有感是在 它所谓的这个预判型的主动安全系统 之前它其实就很先进了嘛 可以读到一些路牌啊 甚至那个头灯主动式的一些安全团 OK 这是判读而已 但是它预判式之后 它会做出动作 所以它会反映在 这个主动的辅助安全系统 另外呢就是头灯 现在目前是Cold Pilot Vision 2.2 比Metrius更进步 就是类似说它侦测到对面有车 可能整排就关掉了 对对对 它是关整排的 但是它现在连横向的侦测也有 就变立体型的 对对对 所以它变成不用关整排直的或整排横的 而且它会结合你的地主 包括你的导航 在弯道的时候 然后又没有车的情况下 对 它会照亮你的弯道的抵触 那另外在AACC的部分 它现在AACC的空间单件 这个是我一直在那个 我都觉得 跟车的系统的那个按钮 因为最近我父亲刚帮他换了一台 比较稍微先进一点 有跟车系统的车 我都觉得对于那种稍微有年纪的人来说 要让它启动这个东西是越简单要越好 对对对 另外在车道的辅助系统上面来讲 也可以随时开启 就算你不是在AACC的根测情况下 只要你在转弯之后没有打方案灯 它会帮你修正 但是你打方案灯它就不会动任何动作 我觉得也是蛮贴心的一个设计 那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在市场上来讲 它现在原本只有SE-Line跟Vinane两个推行 那SE-Line它本身是2.0升速度驱动 但是呢以德国来讲 它们在1.57的这个引擎 做了一个优化的动作 它原本从180匹马力增加7匹187 对但是呢扭力降低了1公斤米 这是为了它配合它的变速箱 但是一样是8速 那另外呢我觉得在整个底盘上面它也有优化 它本来底盘就还不错啦 对但是它有多增加铝金的连杆 然后另外在动态的调校上更加的平稳 这个是我觉得在外表看不出来的优化 那它其他呢关于这个外表的部分 在Active跟Vinane呢 它们有做一些不同的一个水箱护照啦 然后有这个灯条 然后它这个我觉得有一点以前的那个 Escape的那个感觉对不对 就是那种越野的粗犷感 然后它加粗了没有那么细致感 没有那么典雅的感觉 然后下面呢它不是很单纯的防刮材质 它也不是单纯的用那种烤漆的银色 它这个银是稍微呢用那种比较粗的颗粒感 小时还有一件事情你没有发现 蛤什么事 Logo变大 我刚有发现 它是想要把它弄成它们那种皮卡的那种很粗犷的车头的感觉 对不对 还有侧面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这个就是他们这个Active的那个 所以你要辨认它是Vinane或是Active 就是侧面的名牌 还有这些防刮材质 对对对 铝圈啊 铝圈其实也不一样 但是一样都是18吋的 它可能车高应该是一样的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所以它可能是把那个扁平比稍微做改变的 但是车重的话是Active比较重 行李架的部分 它也是用这种护黑的铝合金 然后另外它的鲨鱼鳍变两片 VC柱都是这种钢琴烤漆的 屁股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我觉得这次的尾珍漂亮多了 而且它的光条形式有改变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地方有拉了一个摸字型的角是不是 对然后它的这个保管的部分 有离后箱门再多一点点距离 然后下面也一样是用这种 比较粗粒子的材质 双粗的尾管 不然有没有脚踢 有 我相信你看到后箱第一感觉是 诶 很感觉不见诶 感觉不见诶 感觉不见诶 这一次呢福特的在云纳蕾或是Active上面 就可以让你选择是小智客或客户车 对嘛 我觉得这本来就这样 因为小智客你后座才有办法做 比较大幅度的移动跟变化 因为我现在看到椅背就可以调整 而且前后还可以滑椅 你知道酸不是酸民 那个消费者啦 对对对对 你要给消费者选择 对对对 要不然每一次移出来 然后就会有人 啊你看啊 有个在衣杆啊 卖那么贵什么对不对 你就让他选择 他就不会讲话移着讲到嘛 你可以选啊 对对对 这样就好了啊 但是贵多少你自己看得翻 对啊 此外呢在Active跟Vinale 它也在内装上面的试条 以及皮革座椅的材质 跟设计上面也不一样哦 三组电动记忆座椅 但是只有驾驶座椅 那那边也是电动吗 这边也是电动 但是没有记忆装饰 这个驾驶座椅的座椅呢 有18项的电动调整 而且我跟你讲 表哥我看到一个东西 这里有一个AGR的表现 然后它这个中间是有点像那个 类姬皮 然后我还有发现一个 它有腿脱位 对 通常以前只有在欧洲车 比较会有这个配备 腿靠的部分 其实内装的变动幅度并不大 萤幕尺寸没有比较大吗 有 对嘛我现在一看就 我就觉得萤幕尺旁边大 驾驶仪表是13寸 然后这个足迹仪表这个部分呢 它是13.2寸 来我来给它发动一下 你看它就秀出一个那个 好帅的头灯哦 它关机有尾灯的画面 然后那个抬头显示器会升起来 然后如果以AXIV来讲 它的示板就是木纹示板 那其他的按键的配置位置 我觉得都大同小异 还没有什么太大改变 不过我还在一直诟病 我是觉得说 为什么空调开关不另外做出来 因为空调毕竟比较频繁在调整 所以如果实体按键来讲 会减少这个驾驶人分心 那另外刚刚提到的这个 ACC单一空间 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车道辅助系统 那至终的部分就要变成你要跟ACC联动 更妙的是 你可以在车道至终的时候呢 你如果觉得外侧有施工或是有义务 或者是有大卡车 对对对对 那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往左拨一下方向盘 它的车道至终的图呢 就会开始偏左了 你可以自己去修 对对对对对对对 做到靠左一点 或是靠右一点 你不要调整方向盘 我是第一次听到 车道至终还可以修靠右靠左呢 时代真的是有在进步 然后前面有一个Type-C跟Type-A 而且连12伏特的点击器都有 对对对 原厂有特别强调 它的Auto Hold 是真的Auto Hold 什么意思 还有假的Auto Hold 刚刚我们把COOG 刹车刹到停的时候 它的Auto Hold就只有开启了 因为你知道吗 那种自动停驻最麻烦的是停车的时候 对对对 你路边要停车的时候 你一停下来它就杀柱 你要倒车 干它就杀柱 你要前进它就杀柱 所以那是机制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身材 还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吗 其实它还有一个 就是它的驾驶模式 也比Vinale多了一个 原本在Vinale上面有 Eco Sport Normal Slippery 就是施滑路面 Andre来讲它有多加一个非装铺路面 就是没有铺泊有没有铺水平的啦 对对对对 没有铺庄的啦 适合台湾的路啊 台湾的路都没有铺庄就对了 对对对 或是半铺庄 那我们就上路去绕一圈 看看这次的改款是否有感 Let's go 其实小时我们刚刚在车外的时候 已经发动者 你会发现听到这个三缸的特有的 美妙音乐 美妙音乐 真的假的 所以其实在车外可以感受到 包括已经开打开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的三缸运行其实震动蛮大的 可是呢 它引擎小做得不错 所以我在车内的时候 不会明显去感受到 原来这部车是个三缸的引擎 我试过蛮多三缸车啦 我必须老实讲 以震动的抑制 福特算三缸车里面 算抑制的不错 有些三缸车真的在起步跟静止之前的抖动 还有在路挡静止状态的时候 其实震动会是特别明显的 不过我觉得你可以去体会一下它现在这一距 它浩森全新 让我认为是优化的 拔速和变速箱 它的动作跟反应 我刚刚感受比较明显的是说 我觉得它的整个起步的反应灵敏度 快蛮多的 这个部分它有提到说 它们用的是 Mustin的2.3 Turbo引擎的赛道技术 什么什么技术 你说软体的部分吗 就是这一套引擎的管理系统上面 对 因为我觉得刚刚一起步就蛮有感的 就是油门踏板跟实际的反应 真的是蛮灵敏的 比我之前啊 过往开KUGA这款车的感受啊 觉得它的充斥的那个感觉 轻快程度 蛮灵敏的 好很多 不过我们提到的这个 预判式的这个 总共安全辅助系统 基本上是必须要搭配它的原厂导航 你如果搭配的是Google Map 或是Apple的这个地图 基本上它就没有办法发挥那个预判的这个功能 哦 要用它内建 对对对 要用内建的导航 诶 有诶 我现在往左它真的有比较偏 不过基本上 我觉得它还是不让我靠太左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车道线 里国外窄 对啊 因为我想要再靠更左 它其实也不让我靠更左 它只会让我稍微往左 它还是希望我再车到里面 我只有感受到微微的而已 不过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个隔音啊 做得非常的不错 包含轮噪声啊 你哥觉得很好 所以搭配它这一套B&O的这个品牌音响 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享受 今天风算蛮大的 因为这两天好像台风要外围还流 但风切声说实在的我没有听到什么 太多的风切声 我发现它的整个换挡的衔接 衔接的很绵密耶 蛮丝滑顺畅的感觉 快 然后又震动又小 所以整体来讲如果说以 机械结构跟动力的性质上面来讲 这个变速箱是让我最有感 然后这个底盘震动抑制的很不错 舒适度提升很多耶 没有弹跳感耶 这条路我每次试车是一定会经过的 那基本上刚刚一路过来啊 没有任何会觉得有摇晃感跟弹跳感 左右的摇晃也没有 上下的摇晃也没有 吸震效果都做得非常的好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只有试驾才开得出来 光看外表层没有办法体会出来的 我还蛮期待待会上山去开一下的 因为有些在市区是表现得很好 但是一到山路可能到了一个程度之后就撑不住了 我是不知道它开架怎么样啦 但是我认为如果到时候呢 观众朋友你是一个家庭用车啊 我还蛮建议可以带着你的家人去试看看 这个实际道路试驾 我觉得绝对比你眼睛所看到的感触还要深 不管是开的人或是乘坐的人 实际上体验起来蛮有感的 但你如果认真的硬要我觉得它的缺点在哪里 我现在感觉比较大的是刹车踏板传给我的声动稍微大一点 那方向盘还好 它引擎声音明显变大了 刚刚提到的这个 它应用Mustang的2.3升Turbo的引擎技术 它调整了这颗1.5T引擎的欧轮增压比 它从11.5T调高到12T 然后另外它把这个 它的喷油压力的霸素也调高了 所以才会造成它在燃油效率上面更好 另外呢它就是在引擎的这个Piston 采用锻造的技术 所以让它更耐磨 然后也减少机械阻力 我觉得很像自身性也蛮好的耶 你如果以SUV来说的话 我觉得表现算是蛮不错的 我觉得还是要看它卖多少钱 我想现在这个也是 不测六合的两难之处 因为我们在测试的现在 搞不好我们上片搞不好它已经公布了啦 那我觉得认真来讲 我也是消费者 那我觉得一切看价钱 那无论说我们影片出来的时候 它价钱开出来是多少钱 但我觉得我今天的感受就是 外观这比较客观的东西 但以我开起来的感受 我还蛮建议消费者可以带着家人去乘坐看看 因为我们开车的人 虽然年轻的时候喜欢开快车 可是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 其实开车会在意到乘客的感受 乘客的感受 家人的感受 所以我反而我年纪越大 越会去在意说 会不会太晃啊 会不会太跳啊 或者是它刹车够不够线性啊 那我觉得这台车整体 让我开起来的感觉是说 我们加速的力道 我觉得是足够的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 整体的弹跳感 我觉得是轻的 然后在过弯的时候呢 它的支撑性是足够的 最重要的是 我认为乘客不会感受到很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在环境的噪音上面也隔绝得很好 对 整体来说是蛮适合全家出油的一台车子 因为这一次的包括预判式的主动安全系统跟头灯 这些东西都是你要试过才知道 包括我比如刚刚讲的舒适性 以及它德国式SUV的底盘反应 这些都不是用外观就可以马上比对的出来 还是要实际去试过才知道 要不然人家就想说你是不是又是那个啊 清瓶装就久 对啊 清瓶装就久 对不对 当然很多名嘴都说这个是非常有感 我觉得在最有感的部分就是预判式的主动安全系统跟头灯 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超实用 再来就是变速箱跟引擎的搭配 跟改款之前真的是盼若两人 还有包括主机的触控屏幕 大到有感啊 大到有感 我自己是觉得旧一代的KUGA 让我的感觉是弹跳比较明显 比较哈扣一点点 我比较在意的是它旧款的进挡的秒差 我是觉得个性稍微改变了 跟前一代不太一样 不过我必须要说一个我在使用上面的一个小缺点 因为SYNC Pro用无线蓝牙去连接的时候 常常会有自动跳脱 然后又过一段时间又自动连上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给 那有相容性的问题 你是用安卓系统的 对 苹果系统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 我就觉得就是这样啊 每个车厂都想用自己的系统 常常都会有相容性的问题 试完了KUGA的小改款中的大开开 小时哥 你最有感的是哪些部分 我觉得个性完全不一样 就是比较舒适一点 更适合家庭取向 我感觉是这样 那对于这个Copilot Vision 2.2这个系统 预判式的主动安全系统 你觉得一般消费者会不会非常有感 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觉得可能要再做更长期密集的测试 我觉得才更有感觉 因为它之前其实做的就已经 蛮超前的啦 蛮完整的啦 对啊 2020年的时候你看 这个时候所有的国产SUV 只有它是Level 2完整的一个系统 另外的部分我个人最有感的是它的编属箱 真的是衔接的还蛮绵密的 不如应该是所有的曾经开过改款前 KUGA的人最有感力嘛 回归到最后一点啦 你觉得这个价格应该要怎么订 以现在的台湾的车市来说啦 我自己的感觉 我不知道影片出来的时候功夫了没 我当然是希望跟它先前的售价是差不多的 那当然说如果是这个客车版的话 当然是可以加一些价钱嘛 至少没有杆子啊 又可以前后调整 椅背可以调整 让消费者可以自己去选购嘛 当然降价是最好 小师跟彪哥的试驾就到此 谢谢大家 下次见 拜拜 我先见到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我们去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